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血相救 救命血的背后又有着哪些动物人的真情故事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血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大家都知道 输血是抢救危重病人的一项医疗措施 人的生命离不开血液 在目前人造血液尚不能代替人血之时 临床用血只能依靠健康人体捐献 据相关的统计 我国每天需要七万人献血 才能满足救治病人的用血量 那么当您看到有素不相识的人发出求援 会毫不犹豫的献出自己的热血吗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一位是空军装备研究院的年轻军官 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的退休职工 半年前 互联网中一张紧急求写的帖子 将他们两个陌生人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从此 他们之间便结下了一份情缘 我们的故事就先从军人李博开始讲起 每逢周末或计假日 李博都会比上班时更为忙碌 他要到北京周边的村庄去看一看 向当地老乡们打听是否有走失 或者受伤的猛情 我是那个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志愿者 想了解一下 我们最近这边有没有发现一些受伤的鹰啊 或者猫头鹰这类的鸟 没发现 如果有的话 希望您能够及时联系我们 然后我把这些鸟带回北京 然后给它们一些专业的救治 然后再把它们放生 这一二年都少了 春天咱们这边多吗 春天也不对 不适合它 生活中的李博阳光随和喜爱小动物 爱好大自然 像一名大学生一样单纯可爱 可当他一穿上军装 一下子会变得成熟稳重了很多 其实李博来自军人世家 他的父亲也是一名空军军官 在他的心中有着浓郁的军人情节 2002年带着向往蓝天的梦想 李博从家乡沈阳考入了空军工程大学 光线通信专业 2006年9月 军校毕业后 他来到了空军装备研究院工作 工作6年来 虽然也多次立功受奖 但是更多的时候 李博还是像所有官兵一样 在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无稳地工作着 直到有一天 一位老人带着锦旗和感谢信 来到了研究院 李博这才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 要不是王老先生一家 哪着惊奇 哪着感谢信到研究院来 也许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 每天下班后 都是李博难得的闲暇时光 一天晚上 他正在网上浏览新闻 突然一个紧急求助的帖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看到一个高亮的帖子 红头高亮的 每一个板块 都有同一个人 然后发了一个相同的帖子 因为相同来讲 这个亲属之间 献血是最容易的 然后他为什么自己家里人没有 如果能上网发的话 我觉得肯定一定有特殊情况在里面 而且可能也十分紧迫 你想到情况紧急李博二话没说 立刻以好心人的名义 发了张回帖 我跟他需要的血型是对得上的 所以当时我就把我的信息和我的电话 都给他留了一下 一个小时以后 李博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内端传了一位中年男子急促的声音 我们俩就相当于约了一下 然后第二天就准备去歇息 喂 你好 对 师傅 第二天李博和中年男子如约来到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 这时李博才了解到 中年男子名叫王强 他的父亲已过骨膝之年 身患重病急需手术 当时检查出来以后 心里的咳呢 就像个炸弹一样要爆炸 我就不相信我自己会得这种毛病 大夫认为呢 根据我现在的年龄和体质和这种病呢 应该及时做手术 如果不做手术呢 后果呢 可能比较严重 这个时间往后一推的话 就不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有可能就是一个月下去了 我父亲住院的时候 所有住院的病人都在等待血 就是没有血做不了手术 我父亲七十多了还等不起 医院提出 只有病人自己提供足够的血量 医生才能进行手术 自备血缘 这一下子哗 就一下子凉水下来了 这一次透清凉 对于我们脑子来讲 就好像一片空埋了 我上哪儿饶血 一般的都是到医院呢 医院负责有血缘呢 我当时去医院的血库 我还问过 基本上是零 那他们给出的要求 就是说有一种叫互助献血 就是家里人自己来献血 或者亲戚之间自己献血 然而 院写的结果显示 全家人竟无一人符合献血标准 王强一下子陷入到绝望的境地 家里几乎没有人能配得上这个血型 虽然说我爸的血型不是很奇怪 A型血 但是就没有 要不然就是血型不对 要不然就是指标不合格 找不着血缘 我们很着急 情细之下 王强便开始求助于互联网 于是他在多个版面上发出了紧急求喜的帖子 帖子已经发出 除了李博伸出援手之外 还有两个人也给予了答复 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 就是我们原本一共是可能要线800 然后医生说最少是600才能做手术 而800可能能保证这个手术 如果出现一些意外能保证它的安全 线血之前都是要这个验血的 这个血液验出来之后 这三个人里头只有我一个人是合格的 出于对老人手术安全性的考虑 李博决定自己一个人承担800毫升的线血量 我如果能多线一点 第一个保证他的手术顺利进行 再一个如果说能够再多一点 甚至说保证这个手术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 我说800你绝对不行 这个时候我就给我父亲打电话 我父亲说那这样吧 他再跟医院交涉一下 医院那边血库答应给配200的血 李博最终又限了400的血量 随着李博的鲜血一点点流入血带 王强心中的希望也渐渐被点燃起来 确实是心里这块石的落地 当时感觉至少一半的心放下了 就是踏实了 有了这400毫升的血液 王氏良老人的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由于手术进行得及时 老人的病情得多了有力的控制 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下来 关于李博县内血 他对于我父亲 对于我们全家来说算是一个救命的一个东西 救命血吧 李博那也算是我们家的一个恩人 安娜不住激动的心情 王强第一时间把手术成功的好消息告诉了李博 就是经常会失眠 或者但是到那天我听说这个老人的手术非常成功的时候 然后整个那一天 真的白天 我都觉得活得很充实 那种心情 就相当于你在这一瞬间 好像整个心都被填满了 真的非常的快乐 然后那天晚上真的睡得非常非常的踏实 男演心中感激之情 王强再次约李博见面 拿出了给李博的报酬 却不料被李博婉言谢绝 对于我来讲 这件事其实很小的一件事 仅仅就是因为我在网上我看到了 你需要帮助 并且恰好我要能帮助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王世良老人的身体一天天在康复 老伴圆美艳的心也慢慢踏实了下来 然而这时老两口的心中 却越来越牵挂力薄了 我就跟王强说 我说那你啊 我说你看这个这个线写的这小伙子 我可不能亏待了你 王强告诉我 妈您别提这事了 李博都急了 我线那些为了让你父亲治病 说救人 我不是卖血呀 其实王世良老人并不知道 对李博来说 这样的经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如今李博还会时常想起八年前 那位萍水相逢的老大业 八年前李博还是空军工程大学的一名学生 在一次放假回沈阳老家的途中 和同学相约在北京停留半天 正当李博和同学兴冲冲地走在街上的时候 突然一阵紧密的刹车声从远处袭来 当我回头的时候 正好看到左边一个老大爷 直接就撞飞出去 打人十五六米 大爷的自动车又非常扭曲 然后人惨了地上 一动都不动 我当时想到的只有两只就是救人 马上救人 事不宜迟 李博和同学立刻兵分两路 开始实施救援 人当时比较多 然后场面也比较混乱 我想的是我的同学去叫这些医护人 再有一个就是说 我在这里 第一就是说 我怕司机逃逸 因为事故非常的严重 再有一个就是说 还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意外状况 二十分钟后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感到了初始地点 李博随同医护人员将老大爷一同送进了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 李博和同学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在抢救室外 焦急地等待着老大爷的消息 然后里面的医生就很焦急地跑出来 闻外面的人说 谁有A型的血 正好我是A型的 然后我说不行 那你就抽我的 然后医生说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能够 就是说多抽一些 这样对生命可能说 做做做 或者是抢救 像有一个宝藏似的 李博的血缓缓流进了老大爷的体内 几个小时以后 老大爷的生命体征渐渐趋于正常 李博和同学也欣慰地踏上了规矩的列车 八年前 李博用自己的鲜血挽救了一位 凭水相逢的老人 八年后 他的鲜血再次流淌在 另一位素不相似的老人体内 八年来 车祸中的那位老人 李博再也没有见过 而八年后的王世良老人 却时常牵挂着李博 老人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来感谢这位情深义重的军人 可以说我那天追问了很多遍 没有问出他具体的工作单位 他说你就把我当的朋友看就行了 无奈之下 王强又回到了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 想通过其他渠道 了解有关李博的具体情况 向工作人员要了一下他的这个资料 就当时填的表 还挺费周折的 说实话 那东西还不好要 变了个理由 最后我拿着一看 我一看 原来是个军人 这时候我是 然后具体工作单位 什么的 我大概我也记 他自己没事就跟家写 感谢信 写了一半 不行 再见 2011年10月10日 一大清早 老两口带着感谢信和锦旗 专程来到空军装备研究院 看望李博 当时都忘了自己 还有毛病 自己行动还不方便 狠自然站起来就拥抱了他一下 跟抱着拥抱自己孩子一样 这张心情 王世良老人曾经也是一名老兵 1960年他从家乡安徽参军入伍 如今他已过古兮之年 仍然时常怀念在部队的难忘时光 时常思念曾经一起训练生活的战友 老人每次见到李博 都仿佛重新回到了军营 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两人心中共同的军人情景 让他们结下了亲如父子的情愿 来看看妈妈 今天没事来看看妈妈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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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这么大了 你天还还来看看 没有 今天您再过来看看 过来看看 真的我们还没去看 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 你先进去 来 你先进去 里面坐 来来 坐坐坐坐 你看 你看 今天 我今天过来看看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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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父母 晚晚身体健康 谢谢 太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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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做好包饺子 咱们一家人 一家人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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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 天冷了 李博还专门选了一条围巾 怕你冻着 你看 李博 你看 就是怕您天凉出去 锻炼的时候怕您冻着 你看这围巾 带着脖子上 我暖着心里的 出去 一定记得坐在这里 谢谢 谢谢 如今王氏良老人的小屋中 又恢复了王日的欢声笑语 他和老伴已经把李博 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李博 也把这个温馨的小屋 当成了自己用一个温暖的家 在采访中 李博总对我说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不过做了一件最平常的事 但是在我看来 他奉献的不仅仅是一滴滴鲜血 传递的更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心 善良的心是太阳 正是因为有了像李博这样的普通人最平凡的举动 病人才重新获得了健康和幸福 我们也收获了一份温暖与感动 在采访间隙 王强经常翘起大拇指 由衷地说道 我这个弟弟好人 话语虽然简单 但是感情却来得浓烈充沛 私下里 李博也深情地告诉我们的编导 当兵十年来 他一直远离家乡沈阳 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牵挂父母思念亲人 每逢佳节 他更是渴望家的温暖 如今在北京 他不再感到孤单 这里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 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在众多亲人的关爱当中 他的每一天都生活的快乐幸福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和平年代 再见 SOS儿童村长大的孩子 她们是赴刚果军 维和的中国女军人 在SOS儿童村 这个大家庭里 她们之间 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维和孩子的一个小小举动 就让她感慨万分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播出 中国兵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